今天又是一个比较亮缩观望的盘 或许跟美股的收入有点关联性 但今天看起来很明显 就是很呈现焦头清淡的格局 那么看一下三大法人的操作 外资还是呈现小买 投信这波是真的满猛的 连20次买了买超17亿元 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台股20亿元 不过我想请教阿豪老师的是 因为今天看起来 指数整体的一个空间幅度表现并不大 或许跟美股的收入有关联性 但是因为亮的没有办法有效放大 同时大家再看 前面这个关键点位 到底是不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接下来要突破还是小心跌破呢 其实在今天的盘是 大家看了一整天就最后那一盘最精彩 因为它很刻意的就是往上拉抬了 涨一点 那就是很故意要去突破昨天的高点 但是我觉得你先把剧本先写好 其实后来它采用哪一个剧本 各位才有一个应对的一个时间 那在这一个礼拜我一直跟各位去报告 其实最重要的 它就是要来挑战8月24号的这根K棒 那这根K棒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你从这个地方往前看 它一直亮说只有这一天它是出亮的 所以这一天的这个高点16822 其实到今天手板价的话只差一点点 它要不要过 其实就是在于今天晚上的这个美股 它要不要去做一个表态 所以我觉得8月24号的这根K棒 把它抓起来最重要 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防一点 因为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常常有一种情况就是假穿头 就是说它好像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但是它没有办法继续再往上攻 然后变成是增破底 所以我也帮各位去抓出来 如果说它一旦突破16822的话 那千万就不能够再回来跌破这个16551 不然的话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跟各位去提到的 AV7这个地方是反弹 照理来讲你如果要V型反转的话 就要直接上去了 但是如果说你万一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结果又跌破16651的时候 那就可能会在后面的这个补跌的这一段 这个要特别去留意 好 刚刚艾亚浩老师提到了 接下来的走势非常关键 就是要看今天交易的美股表现如何了 因为最近AI股真的表现比较没有风 所以如果从NAS的一个走势 我们怎么来去判断 接下来对台北股市到底有没有机会带来助力呢 对 其实因为这一段下跌 8月份下跌主要是NAS它带出来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NAS达克指数 那NAS达克指数我们看到这段下跌 好像过去这两个礼拜有出现了一个谈生 对 那如果它出现这个谈生的时候呢 我觉得有两个观察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五周均线的部分 我们看的都是这个周K半 看的是一个大架构 在五周均线上个礼拜因为站上 所以表现还蛮不错的 那昨天是休市嘛 所以今天晚上观察重点是在这个五周均线 它是不是能够持续在站上 那再来第二个观察重点就是周KD 这个KD值 因为它前面这一波跌下来 已经跌破了这个50 那如果说它要重返农药 重新再振作起来的时候 它必须要重新再回到这个50以上 我觉得在NAS达克指数 这两个重点抓住了 应该八九不离死就不会离得太远了 好 那当然因为近期的盘面 大家都在等方向 在等方向的同时 其实市场也会给予期待 期待是什么呢 因为毕竟进入到了9月份 大家会对于投信的座上 尤其最近投上 投信就是盘面里面最大连买的工程之一 不过投信连买有一档个股 最近投资人的一个疑惑真的是蛮多的 就是连电 连电看一看投信有连买 而且都有买抽的一个张数还不少 到底有没有机会来表态呢 这波下降压力线有没有机会突破啊 所以其实连电 各位如果去看这个投信的买卖草 这几天它通常都是第一名 那是不是有机会出现啊 如果说在消息面的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追踪一些新闻 那我这边帮各位去剖析 在技术层面的部分 我记得在去年很多股票都跌得很惨 那时候有跟各位去提出来 也有一个叫做反弹三部曲 那帮各位去复习一下 其实套用到连电上也还蛮好用的 所谓的反弹三部曲就是 一档股票它跌了很久 那最终总是会出现反弹 那反弹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它要想办法去站上 五日均线 目前已经站上去了 那第二部曲就是 它必须要去突破这个下降切线 盘中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有点想要去做一个突破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在三部曲的部分 它的MACD必须要想办法由负翻证 如果说都完成了这三部的时候 那这一档股票 它已经正式脱离掉空方的架构 就由多方来接受 那接下来它往上去续工的那个力道 后面的力量才会出来 那当然因为在今天的一个盘面里面 量稍微还是比较观望一点点 反而我想看到这个很多的一个个股 呈现是各自表态 我想简单好老师帮大家看一下 从你昨天也有提醒大家注意 上一期的口袋名单股 很多今天还在继续冲 这些个股在接下来九月份 我们继续帮大家追踪好了 还能不能追还是我们去找下一棒呢 对 其实像这个仓和 6538的仓和 这个是在上一次通告 所以我爸说它是上一期的 这个口袋名单 那时候上通告的时候 是在8月7号 8月7号通告两个礼拜到8月18号 其实在那两个礼拜它已经创高了 创高之后呢 结果昨天它一公布 它的营收又蛮漂亮的 所以今天当然就直接在创新高了 所以像这种股票 我们把它回过头来看 其实它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MACD 它是不是一直都是在零走以上 那一直都是在零走以上的时候 沿着这个五日军线 那你营收出来又有数字的话 其实它就很容易再继续往上去做一个推胜 那另外一档的话 其实昨天还在帮各位去做一个提醒 那就是在3715的这个电影 电影投控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上一次的通告 上一期的这个祭司本的口袋名单 同样在8月7号那时候我们就放到这个LINE 上面的这个祭司本 给各位自行的去做一个参考 那后来它也睡了一阵子 然后突然8月18号 那时候它就已经是创当时的一个新高点了 那创当时的一个新高点之后呢 我下冬告两个礼拜 那这两个礼拜它又默默的一直在做一个创高的动作 那像这个是今天盘中 我交给东盛财经台的这个小编的 那时候我还在想说那它股价不能够再继续创高 因为这个不是最后收盘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3715的这个电影投控 今天是创高的喔 对…它今天是不是又创了这个新高了 已经到60块了 对 已经到60块了 那我们回过头去看 其实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它已经从30块刚好涨了一倍 刚好涨了一倍 它现在有神车的封号了 对 那涨了一倍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8月份大部分的股票都不好 所以很多高手会想要去放空一些股票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雪玲玲的例子就是 你会发现它这一段上涨的过程当中 嘎了一倍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的融资预额是 融卷 融卷 因为我们要放空的话一定要去借捐嘛 它的融卷预额是一路的打死不退一直往上 甚至最高的来到了快要6000张 可是这6000张你回过头你看 全部都被嘎了一倍 所以我还是在这地方提醒我们的一个观众朋友 放空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高手 你要放空你就要有办法真的去赚得到钱 不然的话一旦你去空到一些 有特定人在照顾的一个股票的时候 很不晓得你看这样子至少就是一倍 被人家摇走一倍起跳的时候 其实这对操作的本金也好 甚至操作的信心也好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包含了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电影投控还有仓盒 这都是老师提醒大家 上一期提供给大家口袋名单 大家想知道还有没有接棒的能不能复制成功模式 对 当然那个都是上一期的口袋名单 我们在这一次通告我们也不例外的 已经把本期的口袋名单 我们已经把它放到祭祀本上面了 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2368的镜像店 其实在上一期的时候 它也是我考虑的一个重点 因为上一次我们看8月7号 结果它到8月15号的时候 其实已经表态了 对 但是我这一次为什么会把它选进去呢 因为你看从8月15号这两个礼拜 它整整就是在这地方盘整了两个礼拜 那盘整完毕之后 它一定要去做一个表态 那我们发现其实在8月份这一段时间 外资它这一档股票 光是这一档股票 到处了高达18439张 其中有15369张被谁接走 被投信给接走 所以我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股票 先把它纳到口袋名单里面 让各位观众朋友 你只要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QR Code之后 记得加到LINE里面这个祭祀本 这个地方有一个祭祀本 你直接按这个祭祀本的话 投信的连买的这些口袋名单 伟多已经帮各位去整理出来了 因为8月份就只有投信一个人很猛 投一直买一直买 连续买了22天 我们看到他今天已经连续买了24天了 那我们每次想到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 最明显的就是在祭祷作帐的部分 那投信他8月份已经买了一档了 这些股票的时候 如果说大盘有一些比较好转的时候 那这些口袋名单很有可能就变成 他们的作帐名单 这个是这一点提醒我们观众朋友的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 备好这些他们可能作帐的名单 那太弱转强 太弱转强是现在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昨天我们有提到 这个网络教学的部分 我们有提了那两档股票 昨天真的好多人 都会有来关心这两档股票 那我们今天就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的网络教学的主题呢 我会帮各位去分享联电 以及这个光宝科的这个关键的点位 如果说你现在手上刚好还有联电的 或是说你手上刚好还有光宝科 或是你打算正准备去做这两档股票的话 那你除了按这个祭祀本之外呢 你可以再加LINE之外呢 再按一下这个178 这是一个按钮 你再按一下这个178 那可以把这个今天的一个教学网址 联电跟光宝科的关键的操作点位 把它传送到手机里面 各位不妨去做一个参考 好 这部安好老师特别提醒大家咯 因为这个谈虽然说有点整理 但是投信的连买也是事实 现在如何备好投信连买的作账名单 等待大牌 还有转家的一个时候他们来做表态 这些呢太弱转强的关键操作 都会在奥号社LINE群众里面 提供给很多投资朋友做进一步 检视手中持股一个非常好 可以参考到的方向咯 但如果实在认为这个